相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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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節的相機王頻道 我是Louis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顆 超廣角大光圈的鏡頭 三陽 AF 14mm F2.8 FE 這一顆鏡頭 外觀上相當簡潔 線條銳利 除了一體成型的遮光罩外 鏡頭外殼包括接環 都是金屬材質 盒裝配件內 有一個亂式鏡頭袋 和鏡頭的前後蓋 後蓋和鏡頭袋相當陽春 但是前蓋倒是做得還不錯 內有卡榫 安裝時可以牢牢的抓住鏡頭 不至於鬆脫 鏡頭側面 完全沒有任何撥桿和按鈕 與Sony自身鏡頭的設置語言相似 但多加了橘色的金屬圈點綴 與機身接環相呼應 有種畫龍點睛的效果 對焦環的部分 是偏鬆的手感 在轉動時毫不費力 由於馬達也是線性直驅的關係 鏡頭自身是沒有距離視窗的 當然也沒有景深直表 自動對焦的部分相當快速 雖然在很安靜的環境下 還是聽得到一些些聲音 但是實際上拍攝時影響並不大 前蓋的部分稍微突出 這顆鏡頭是沒有內建濾鏡螺紋的 若有需要安裝濾鏡 可能得等之後看看有沒有廠商推出外掛套件 整顆鏡頭大小時鐘 接上機身也不覺得頭重腳輕 重量只有450公克 相當平衡 可以說是舒適美觀又大方 實際拍攝的部分 畫質相當不錯 在開放框圈時 畫面中央就有非常良好的銳利度 邊緣的部分在說自F5.6到F80 也有相當好的提升 色散控制的部分 表現得還不錯 一般拍攝時是不太容易察覺 只有在對比很強的邊緣 才有些微的紙邊 控制咬光的部分也表現得很好 除了真正進入畫面的強光 會造成鬼影環 幾乎沒有太大的問題 內建的遮光照 發揮了很好的功效 整體而言 這顆鏡頭雖然物超所值 有良好的外觀質感 還不錯的畫質 而且性價比非常的高 相機王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謝謝 再會